你认为大声朗读是应该存在在学生的那个时代吗? 看了朗读者之后的,发现它属于每个人。 当你变成了个大声朗读的人,你会是怎样的表现呢? 当看见第二季第一期主题词为初心时,突然想起这样一句话。 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,我们一路奔跑,却忘记了我们为什么开始。 正如董星在开场所说,当有一天,我们会发现,我们坚持的信念核心是最宝贵的。 它存在于我们追求美好,美丽和真实的过程中,我们会习无反顾地去接近我们最初的心。 邀请的嘉宾中,我们竟然看见了姚明。 他说了很多,也许他经历了太多,他谈到自己的感受时有太多思考。 他说,体育本身就是竞争,每个人的成功都淘汰了无数人。 那些离开了我们的人,包括那些与我们竞争的人,退休后,我仍然选择艰难的体育世界,因为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,我们总是要做一些对人民和社会有益的事情。 我想这便是他的初心吧。 不管你什么时候走到什么节点上,别忘了你为什么开始。 他说,对所有的体育人来说,他也是一种体育精神。 除了姚明外,我们竟然看到了获得第七届矛盾奖的中国怪才,贾平欧。 贾平欧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位难得的文学天才。 他是当代中国最叛逆,最具创造力和广泛影响的作家之一。 也是当代中国少数几个能够进入世界文学史的著名作家之一。 在节目播出后,许多观众和网民对贾平欧坚持最初的文学思想表示赞赏和喜爱。 陕西省鞋柜授予贾平欧多项国内外文学奖,当代文学界的文学地位并非没有必要。 但在好朋友沐言言中,贾平欧绝对是同一水平,同一时代的中国作家中最低调的少出国,少省,少工资,一直在卸作。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电视文化综艺节目的录制,节目的主持人说话的时候。 他在现场的录制的时候,竟有点害羞地告诉人们,我只能用一口陕西话,跟大家说话,我不会讲普通话。 后来,他与观众了读,并分享了他的故事。 至今已有16部小说文字。 当然,贾平欧的写作方式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 在现场,贾平欧说,他刚开始写作,手稿经常被撤退。 当他从大学毕业时,手稿被包装成两个大盒子,学生们把信贴在他的床上。 当董卿想知道这是否会刺激他时,贾平欧的回答是,这叫做鼓励。 在朗诵者播出后,贾平欧对他最初的心得,简单,而真诚的阐述,触动了许多观众和网友。 一位微博朋友恩妮说,今天在朗读者中,看到贾平欧的温柔,听他简单而舒略的话非常舒服。 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,无论你走到了什么节点上,都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。 这样才能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,保持着正确的方向,才能在路途中不迷失自己。 本门有头调号娱乐时音良原创,欢迎关注,带你一起长知识。